参考消息网消息称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5日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发言人说 土耳其未完全反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 但希望与北欧国家进行谈判 并对斯德哥尔摩的恐怖活动进行打击 报道称 埃尔多安的发言人 易卜拉辛·卡林 当地时间14日 在伊斯坦布尔告诉媒体 我们并没有关闭加入北约的大门 但我们基本上是把这个问题 作为土耳其的国家安全问题提出来的 据报道 埃尔多安13世称 土耳其不可能支持扩大北约联盟 因为芬兰和瑞典是许多恐怖组织的所在地 这让北约成员国和群球加入的两个北欧国家感到惊讶 卡林说 如果他们有一个关心自己国家安全的公众 我们也有一个同样关心我们自己安全的公众 我们必须从相互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据法新社华盛顿报道 白宫发言人珍普萨基 当地时间13日说 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 埃尔多安 扬言要阻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后 黄盛顿正寻求土耳其对其立场做出澄清 普萨基还说 这两个国家加入北约的想法得到了北约成员国的广泛支持